大家好 我是小欧 成为三农领域优质创作人 也有人说 看他们的作品 就像是在追连续剧 一点不看浑身难受 那么说到这里 不宜小童是怎么活起来的 欧巴究竟有多大能耐 以至于有如此精神大手笔 而这些年 他们拍摄短视频 一年又能赚取多少钱呢 接下来跟随八哥 我们一起走进 不宜小童走猴被碰的那些事 他们是来自山东何泽 欧巴是早年知名作家夏七年 一篇七年寂寞路 打破了当时宁静的生活 获得全国第一名 真是有两把刷子 聪明着头脑 却干着叛逆的事 高二十为遵循心中热爱 五股家人反对放弃学业 经历七年创业路 发布过众多出名的书籍 他有一颗桀骜不逊的内心 如果可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那就最好不过了 说到这里 也有人问了 他的故事和不宜小童 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既有夏七年所说的话 如今他已经是一个 反普归真的人 早已看穿了人情冷暖 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他的人生如诗一般 他为自己搭建夏七年专属房子 他环游世界批筛未盲 过着无拘无束的隐居生活 经过多年的思想沉淀 他终于领悟到另一种元素 觉得农村有很多值得挖掘的宝物 毅然决然地回到山东老家 准备记录家乡的农村风貌 这也就是多一小童的开始 中国首个记录农村儿童为主的题材 经过漫长的生活轨迹 2017年 两岁的小鸥第一次出镜 真的就是可可爱爱 没有脑袋 再加上了山东口音 口齿不清的对话 一时间就得到不少人的喜欢 无独有偶 这种风格的拍摄 不仅可以重温童年 还看得人身心舒畅 不过主要还是源于浓厚的乡村气息 也就是这样的方式 另一名人类幼崽勃然出世 也就是小鸥的弟弟小木 每天记住哥俩的生长点滴 偶尔还会拍摄大家庭的和谐温馨 一家子人积极向上 始终给观众传递正能量 天真浪漫的孩子 善良慈祥的奶奶 勤劳朴实的全能爷爷 还有夫妻俩的风趣睿智 可以说这就是互联网的一股清流 时不时有侄儿的添油加醋 使得视频有画面感 这一家人不同的谈吐举止 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甚至还获得金道会奖 和最具人气创作奖 不过能得到这些荣誉 还得是夏青年在背后的创作 如果没有他的知徒迷反 或许做不出如今的成绩 可以说夏青年的文字公敌 在三农创作这一块 怕是无人能超越的 大家说是吗 说到这里 这哥俩可真模一般 怕是得到了老爹夏青年的尊传 不仅懂事的像个小大人 还有极强的思维能力 跟人说起话来 就像是两个小机灵鬼 小木撒起娇来 也是无人躲得过 哥俩和家里人的对话 简直是令人笑得肚皮疼 小木人小生最大 当爸爸出差不带他的时候 还会打电话搬救兵 这老摩倒就是 小木招之急来挥之急去的救病 有了这个靠山 谁也不敢惹怒我们的牧总了 还有就是 小欧教训小木的名场面 弟弟啊 嗯 今天过节来 咱全都不能提了 别吓着大大的我 我一口水 大大 嗯 那我您要卖个娃娃 弟弟啊 跟你说的不叫你说 要的是你还说 别看这俩孩子小 还会帮助大侄的卖白菜来 别看这五块钱了 别看这五块钱了 我不吃问题 别看这五块钱了一人 别看这五块钱一人 就让这五块钱一间 都给大侄亏死 除此之外 下七年在重视儿童成长之时 还有了带领乡亲们 发家致富的想法 以至于解决当地产品销售的瓶颈 卖过山药 地瓜等农产品 由于好的品质加上评价 因此销售额屡创新高 改变了家乡尴尬的状况 也使得乡亲们裹着钱包 不得不说 他真是好样的 在国家需要帮助的时候 他也是纷纷献出爱心 不过这些年 他到底能赚多少钱 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在之前的网友计算下 有粉丝数量的阵脚 加上居高不下的播放量 在除去应有的百分比之外 据说一年就会有几十W 而下七年还有一个单独的账号 也是同样记录农村风土人情 两个加起来的话 每年大概有个上百万的收入 但赚钱都是因为欧巴的水平足够高 核心团队与时俱进 核心共处 不管赚多少钱 都是对他能力的一种肯定 其实不一小同能火 一是真是接地气的拍摄风格 二赶上了自媒体兴起的浪潮 以及欧巴独有的创作优势 三是复刻原生态的同时 打破了农村的封闭思想 带乡亲们突破鸿沟 一度走上人生巅峰 所以他们的视频百看不厌 像是在追联系剧 不过还是小小木两个小宝贝 更讨人喜欢 大家说是吧 那么大家喜欢不疑小同吗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不见